陳軍滿二十年的男權媽媽 過去大家比較有印象的歌 像是香草把布 牡丹江 夏雨天 只是好像在這幾首歌之後 他們似乎就不那麼再讓大家有印象 過去如果說你有追男權媽媽 你知道 他們主要成員當中包含有蛋頭 六年前 他把團名註冊在自己名下 跟其他成員繼續用男權媽媽的名義來演出 所以就被不少人稱作是小男權 後來 老男權的這個羽蒙表達 他願意回歸 獲得了一半的授權 也用了男權媽媽X這樣的名稱 團體名字來發表新歌 那蛋頭因為經濟公司不同 無法參與老男權 又因為擔任周杰倫的演唱會嘉賓 缺席了小男權的兩百場演出 這些場次被羽豪成立的巨星傳奇公司 也沒有蛋頭不能用男權媽媽名字 提出了假扣押一千萬元 鬧出內訌 虧威十五年 男權媽媽X以熟悉的面孔 合體發新歌 羽豪還成立了巨星傳奇公司 蛋頭卻因為不同的經濟公司無法一起參與演出 和別的成員用男權媽媽接下上百場雙眼 歌迷用老男權和小男權避免混淆 兩團各自活動原本各撰各的 卻因為靈魂人物蛋頭鬧上法院 因為六年前蛋頭把團名註冊在自己名下 和小男權的團員繼續演出 老男權的羽豪表達願意回歸 分到了一半的團名授權 蛋頭因為經常擔任周杰倫演唱會嘉賓 缺席小男權兩百場表演 被羽豪的巨星傳奇公司 向法院提出假扣押一千萬的申請 認為沒有蛋頭就不能用男權媽媽 雙方爆出內訌 男權媽媽的經紀人表示 還在尋求更好的解決方式 不過蛋頭認為打壓小男權 等於讓他沒有退路 雖然了解羽豪和張傑 因為買房子有經濟壓力 前輩也勸他們要以和為貴 所以並不想計較 但認為羽豪這樣做讓他很心寒